這節目呢 陳婉紅請來我這位特別嘉賓 亦都是一位我很仰慕、很尊敬的嘉賓 一位粵劇紅靈、一位前輩 任冰儀小姐 小女姐 你好 你好 小女姐 你好 你好 其實陳婉紅也曾經在節目中 跟小女姐聊過很久的聊天 不過其實講起上來 我們剛才跟小女姐聊天很久了吧 很久了 我想有成... 五十年 五十年都八年 五十年都八載了 五十年可以說是很長的時間 又可以說是很短的時間 希望透過這個戲曲人生 再次有機會跟小女姐任冰儀聊天 因為小女姐的舞台經驗 人生經驗都這麼豐富 有很多聽眾 或者是愛好粵劇的朋友 都很想更加了解小女姐 你想了解我什麼 我是極枝平凡一個人 我想你了解我 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我們嘗試透過這個節目 可以了解多一點 讓小女姐了解自己多一點 我很笨的 是嗎? 我說話都是直不斷地說的 我不會轉彎抹角的 那就好了 做人是真誠的嘛 這件事要先學 小女姐 其實如果提起任冰儀 我想小女姐都不介意了 無可否認 有很多人會馬上聯想到另一位 粵劇前輩 當然是任姐任劍輝 其實初初小女姐做大戲的時候 或者是拍電影的時間 最初接觸的應該是哪一樣呢? 最初接觸都是粵劇 粵劇 粵劇先 那是不是真的和任姐任劍輝很有關係呢? 當然啦 因為我從小就跟著她開班 幾歲大在澳門 我住戲院吃戲院 那時候幾大? 那時候五六歲左右 跟著她在戲院住 澳門的清平戲院 然後就跟著她 不多不少都雜染了 直至到自己識相的時間 讀書了 讀書我沒有心機 直至到讀了真的兩年 我自己都經常交白卷 什麼都不懂 沒有心機讀了 我想那時候又時勢不好 日本仔時間 那我就打算賺錢 但是那時候我不過是十一歲 我知道是太小了 那時候是十一歲 但是自己就想著 現在的事情不好 希望賺錢 那我就跟著別人出去演戲 那時候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五六歲會跟著任姐 因為她是我姐姐 那時候就是整家人 一個老母 我還有一個大子 林健輝 那時候工人 可能是在戲院住的 那時候 整家人都在戲院 整家人都在戲院一起 因為那時候 我們在澳門住是沒有地方的 那就靠戲院的宿舍 即連任姐姐都住在戲院 是的 任姐也是住宿舍 那時候 譬如過來香港 跟班尼過來香港 都是住戲院宿舍 譬如普慶的三樓 高興戲院的三樓 那時候住那些 那時候 在澳門 有一次清平戲院叫火燭 有一些戲迷很深 就找我回到她家裡住 哦 那些戲迷找你回家住 是的 因為清平戲院 是一間木造的戲院 所以就危險 除了一戲叫火燭 那個戲迷就好 就找我回家住 就認同我做契女 哦 哦 就在她家裡長大 哦 在她家裡住 做戲 做戲就是後期的事 後期我姐 後來戲院這麼危險 就出來找到一間房租來住 就接我回家 那時候父母不會想念你 分開住 那時候你也很小 那時候幾歲 幾歲大 沒辦法 你這樣的環境 她都希望我安全 那其他的 譬如你剛才提及 還有另一位姐姐 是的 那個姐姐和我一起 我和你一起 都在戲迷住 我和我一起都在戲迷住 那喝姐呢 喝姐那時候 又去她的契娘家裡住 哦 分開了 分開了 我媽媽在戲迷的樓下住 鋪上床先住 那段時間住了多久 都住了沒多久 年齡 年齡 後來阿姐租老屋 搬回去 嗯 那開始一家人住在一起 嗯 那其實你在哪裡出生的 我是廣州出生的 哦廣州出生 不過那時候 我還沒認識 只知道那時候廣州 有打仗 打仗 一家人走了到澳門 嗯 那時候在澳門 我想你都住了很久 住了很多年 住了幾大 住到和平 和平後才過來香港 嗯 那和韻姐一起過來 和一齊過來 那你其餘那位姐姐做什麼 都是和一齊 我們她就讀書 哦她就沒有最大戲 她就不學我這樣 她出來學戲 那就是證明了一件事 就算是同胞生性格 愛好 是的 就是喜歡和拿來做職業 兩回事 那時候你說過你只有11歲 如果掛著賺錢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好像早不早點 或者我又貪玩 看到別人在戲劇場 但是看到別人在演戲 那時候我只是去了帝國浮 哦 她去了哪裏 她在那裏 或者她不會讓我做得醒 都不一定 哦 因為她去浮 我媽媽又很喜歡我演戲 其實你媽媽很喜歡演戲 看戲 所以喝姐又演戲 你演戲這麼小 她都不介意 不介意 我媽媽那時候又突然出來演戲 哈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澳門的環境 當然是不好 打仗的時間 我們又要出來演戲 那時候的環境 我媽媽 我那個姐姐 就出來演戲 因為那些玫瑰 我現在淫英輝又不在那裏 變了環境 沒有什麼 那就出去演戲 一條龍 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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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拿捉籤 第一個人拿捉籤 那些是派的嗎 派米的 哪裡派的 他也是一個陣災的 那時候是在澳門那個 叫做越華學校那裏派的 哦 那些是派的嗎 派米的 派米的 哪裡派的 它也是一個陣災的 那時候是在澳門那個叫做 越華學校那裏派的 那是讀書 哦 靜來煞 哈哈 名校 沒用啊 自己讀不捨 那就是你當時的抉擇問題 你想讀書還是想演戲 其實我很想知道 你媽媽是否很喜歡看戲 還是因為環境的問題 那時候覺得你們可以演戲 維持加計 也是環境 那時阿姐她的化妝又不在 變成叫天不影叫地不聞 而且打仗阿姐又不知道能不能回來 會不會那個聯絡通訊也受到影響 她去了那裡就比較是 那裡叫做廣州灣 廣州灣 通不通到消息 應該是通不到那時打仗 那時我小時候也不清楚 都不記得 那你們三姊妹 本來我是第六的 林健輝是第二的 大那個是大哥 第二是林健輝 第三是大哥 第四是姐姐 第五是我 你是最小的 我拉女兒 四個女兒是兩個兒子 其他的哥哥沒有演戲 其他的沒有演戲 那是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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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大哥 近年都死了 就是分開 以及你用了什麼心態去對待這件事 那就是 很難避免 又看你的人生觀 我們就慢慢再談 對於當年來說 如果現在被你選擇 當年你也提過 我覺得是生活的需要 會演戲 其實如果當年生活沒有問題 你會不會都是喜歡演戲 我都是 如果是我的環境 不是在戲班長大 或者我不會想到這 就是自己在戲班長大 那他的思想又不一樣 但是當年來講 因為可能比較小 又有生活的需要 又看慣 是不是真的 你見到人 或者你見到飲姐 在舞台上的演出 是很吸引你覺得 有一個很想演戲 你自己也有一個感覺 好玩 這些就是好勝 就是初頭去玩一下玩一下 好勝 好勝 弟弟那時候 別人在家裡 自己又 又裝古裝怪 還沒學別人做的事 那其實 很自然 阿飲姐是演戲的 那實際是不是 阿飲姐教你呢 教呢 可以說 不是她教我 因為我不是跟她出身 我是跟那個 何非凡的老婆 以前就不是老婆 我跟她的時間 她做花彈的 那跟她出來 她是哪一位 蕭曼霞 叫蕭曼霞 後期才跟何非凡結婚 喔喔 她的正室 那跟了她出來之後 原來就學戲 後來阿飲姐回來 都不主張我學 但是她都見我做了戲 那又怎麼樣 不可耐了 不可耐了 我們一出來就扔梅香 學人站著 扮靚 不知自己是探偉色色 其實那時候 真的很小 十幾歲 十幾歲 十一歲 對 那麼小 那時候是不是咬唬梅香 咬唬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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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懂唱 咬唬梅香 那跟著宋曼霞就去教你 她教都沒有教 就是站著 叫做帶我出身 帶我出身 帶我去做戲 接班 這樣就 也是很短時間 很短時間 後期阿姐回來了 我就跟回阿姐 跟回阿姐 就是一直做梅香 做梅香 就變了有阿姐的關係 那些人 很久不久給我一句話說 一路路就這樣做 即是可以慢慢升 我都可以說是一路路升上去 即是由最低的演戲 梅香 第四花彈 梅香頭人 那些 一路第三花彈上去 那這個時間 即是又上位的時間 經過的時段 會不會很長呢 譬如說人家 逢三不做 這樣做第三花彈 就多辛苦 那那個時間 你做第三花彈 又有什麼感受呢 都沒有什麼感受 那時候我都好像 還沒適勝 我覺得我 做戲 那個時間 都很長 很長時間 才有機會讓我上 即是都不是說 說做就做 說想就想 是呀 三年是一個狀元 但是做戲真的 十幾年 你起得就是起 你不起得就是沒有機會 即是說你做幾十年 都是沒有機會 你現在都可以起戲班 都可以見 有些幾十歲 但是他就是做戲班 戲班出身 但是那時候他都不起得 很難說 有些人就說 一命二運三風水 又要講你本事 又要講你機會 那是真的 那你覺得在戲班 上二邦之前為止 這段時間過了多久 才上到二邦 都覺得很久 二邦 你可以說是 正正式升上去 應該是 應該是 五幾年 五五 應該是 五四年 應該是 我就過西加坡做正人花彈 和黃昭帽 和黃昭帽 回來後 五四五五六年 才起先鳳鳴 起先鳳鳴 我就跟先鳳鳴做第二發彈 正式的應該是五六年 哇 那都幾長時間 是 有多少年 因為我不知道你十一歲 才是多少年 因為和平到現在 我昨天聽電視台說 已經五十年了 五十年了 和平五十年了 那你計算一下 我十一歲 那你就有數可以計算 哈哈 三機旁邊的你 計算一計 陳英鴻那個腦子 就慢慢的 我不懂計 是 那已經是 已經是很多年了